各大银行纷纷推出的不查收入贷款 为什么这么活 说到不查收入贷款 很多朋友可能会一头雾水 作为近年来新推出的贷款产品 为什么不查收入会突然间这么火爆呢 我们先从与查收入贷款的区别讲起 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 通常来说 查收入贷款会要求借款人 提供各种收入文件和报税文件 比如Tex Return W2 PayStop等等 并且银行也会通过IRS来验证收入的真实性 这往往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而对于不查收入来说 以上的各类文件都不需要 仅仅只需要提供相应的Bank Statement 或者PNL等其他文件 间接证明您的收入就可以 甚至以上这些文件也都可以通通不需要 所以说呢 适合不查收入贷款的人群非常广泛 您需要提供的文件更少 整个贷款流程呢 也会更加的快捷方便 如果没办法做查收入贷款呢 您就可以适时选择不查收入贷款 如果您的工作有明显的季节性 在一年当中 不同的时间里收入差距很大 或者您的工作经常会收到大量的现金 或刚刚经历跳槽等等 假如您已经厌烦了被银行索要各种各样的收入材料 假如你想快点收到贷款 早点买到心仪的房子 或许您可以尝试一下不查收入贷款 这一定是您的最佳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